創世紀二章二十三節 創世紀二章二十三節 我們就看到二十五節 二十三節那人說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可以稱他為女人 因為他是從男人身上取出來的 二十四節 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聯合 二人成為一體 二十五節 當時夫妻二人赤身肉體 並不羞恥 我們講到第三點 二人成為一體 我們要解釋幾個重點 第一個到底是哪兩個人 第二個 兩個個體怎麼成為一體 那我們就看圣經怎麼說 第三個 二人成為一體可以分開嗎 這是我們今天說的離婚 那如果分開之後要如何處置 如何面對 這是我們早上根據聖經來談這三點 惡人成為一體 到底是哪兩個人 我們剛才為什麼要從二章二十三節看 因為當初神造女人的時候 造好之後把她帶到男人面前 男人馬上脫口而出 他說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也就是她本來就是我的生命 她本來就是我的生命 所以亞當說可以稱她為女人 因為她是從男人 從男人身上取出來的 他們本來就是一體 這就是有所書五章 三十一節 三十二節說的 這是極大的奧秘 不管是 神創造男女兩星的同時 還是我們現在 透過婚姻男女結合 那都是 奧秘 而且還不是普通的奧秘 是極大的奧秘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 世人所不能 也不想 去理解的 因為 不是每一個人都有這份的信仰 所謂的這份信仰就是這份的觀念 沒有這份信仰當然不用有這種觀念 更不用有這種做法 但是我們身為 耶穌基督的 在國度的子民 我們是神的人 所以我們當然要重視 這個區塊 所以我們不能跟一般的人 同樣的觀念 同樣的做法 那這樣跟他們是一樣的 就不用信耶穌了 真的你就不必信耶穌了 你沒有什麼必要 既然要信耶穌 既然要敬拜天上獨一的真神 那我們就按照他的規範 去行 這樣才是 所謂的他的門徒 他的子民 他的人 那二人成為一體 他指的是兩性 覺得不是同性 他是兩性 所以我才故意用 從二章二十三節開始看 因為二十四節 就開頭就說了 人因此 人要離開父母 其實我們可以想像 請問亞當 下萬那個時候 還有父母嗎 他哪有父母 他們不是 人類的始祖嗎 第一代的人嗎 亞當再上去就是神啊 那因為神 不像我們人帶著肉體 我們只知道說 人是從神來的 如果 如果要從屬靈上 立場去看 去講 那神就是我們的父 但是從人類來講 亞當就是人類的第一代祖先 所以 排除神來講 他就是沒有父母啊 那既然是這樣 怎麼會二十四節說 人要離開父母 難道他要離開他的神嗎 當然不是 他就是告訴我們後來的人說的 也就是從亞當的下一代開始說 因為這是婚姻的生活 從婚姻制度談到婚姻生活 所以人要離開父母 與妻子聯合 來了 他又是與妻子 那個妻子是男的還是女的 那是女的 因為二十三節講得很清楚 可以稱他為女人 他的妻子 所以二人要成為一體 所以這個我們就是 在末世的婚姻觀 我們要有很 很明確 很明確的觀念 這不能 混為一談 今天的人怎麼對兩性的 的說法 兩性的說法怎麼說 那是世人 我們沒有權利 沒有權利干涉 我們也不想干涉 我們只是要 面對這種環境的時候 我們更需要回到原點 我們今天就是在回到原點 我們的觀念要回到原點 不然我們在這種 淫亂邪惡惡的世代 很容易 被同化 我們的 我們的觀念慢慢會被同化 那被同化 事後就說 對呀 這樣講也對呀 對啦 這樣講也對 那你就去做吧 因為你認為對嘛 這就是觀念 你今天怎麼會有這種觀念 因為大家都這麼說嘛 不是嗎 不是大家都這麼說嗎 大家都這樣認定啊 所以我們當然要這樣說嘛 變成這個樣子 我們從來沒有去想說 這是所謂發明的啦 誰發明的 如果我們會把同性戀起底的時候 其實應該是講他的歷史原格啦 同性戀的歷史原格 從現在一開始 被認定的是什麼 是罪惡 同性戀是罪惡 那個年代沒有人說不對 沒有人 說為什麼那些 同性戀的人要隱藏出來 為什麼 為什麼現在才出櫃 那你去看看 什麼時候有同性戀 從創世紀就有同性戀啊 《啟示錄》 十九章 羅德 所著的所多瑪 你去看尤大書 尤大書那邊就講了 為什麼神要毀滅所多瑪 爾摩拉 這是同性戀啊 那是我們的信仰 當我們每次在講這個 我們的信仰的時候 不是我們信仰的人就跳起來了 我很讓他們說你在跳什麼 今天有些宗教信仰說他們要吃素 我們有跳起來嗎 他們要吃災他們要吃素 我說 奇怪你什麼不吃吃牛肉 也不吃豬肉 也不吃雞肉 也不吃羊肉乳 我們有 我們有跳起來嗎 沒有啊 為什麼 因為這是他的信仰 我們先不談 我們尊不尊重 沒有 我們沒有意見啊 我不談尊重不尊重 這是他的信仰 一樣啊 這是我們的信仰 我們的信仰這樣告訴我們說 我們只是把我們的信仰的理念 講出來給我們自己的人聽 這樣不行嗎 所以我們今天我們的教會 即將 不是即將 現在就是了 面對 現在我現在在這裡講到 有錄影錄音嗎 稍一不剩他可以哪裡去告你 不告我啦 不是告你 告我 因為我們今天同性戀合法化 你今天要談什麼東西啊 也就是因為這個樣子 我們更要講 更要把他慘明 我們不是故意要找查 我們不是故意要衝撞 我們沒有意思要衝撞你啊 我要問你是你來衝撞我 因為我們本來就是這樣講 你們這樣講是後來講的 所以你是衝撞我 不是我衝撞你 怎麼變成到最後是變成 我們衝撞你呢 這個就是 我一直很不能理解的地方 請問這種觀念是怎麼來的 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因為從歷史上來看 以前不是這樣啊 以前講到同性戀 他就是罪惡 所以他們都藏起來 不是嗎 不然今天為什麼要講 今天出櫃了 今天才出櫃 那以前呢 以前你為什麼要躲躲藏藏呢 因為大家都認定 你們是罪惡 這種認定是聖經的認定 我一直強調說 你這個 你這個理念是怎麼來的 你這個話是怎麼來的 我要理清的是這個 請問誰說的 從什麼時候開始 那那個時候罪惡 後來變成說沒有沒有 同性戀不是罪惡 同性戀是病態 他生病了 為什麼會翻轉到這個地步呢 我們要同情他 你會歧視一個病人嗎 沒有啦 很可憐 我們要照顧他 我們要同情他 我們要幫助他 不是嗎 因為他生病了 後來從同性戀從罪惡轉到病態 他是生病 從病態一直到現在是 他是正常的 那個是人權 同性戀是人權 走到這裡 這個就是歷史軌跡嗎 這不是我一個人說的 這個就是他的過程 所以到現在他是人權 所以今天為什麼你不能講同性戀的壞話 你為什麼不能去衝撞他 因為他現在變成法律 他變成法律 所以你衝撞他你就違法 就是這麼簡單 這就是邏輯 那今天因為連國家都承認 連國家 連我們的法律都 定為合法 所以因為這個樣子 我們今天就不能去衝撞 原因是在這裡 但是我們今天的信仰不能這樣 我們的信仰 我們對我們對我們自己的人要講說 那是不可以的 那是不對的 那是錯的 那是罪 所以我們今天在講惡人成為一體 在末世的婚姻觀我們更要去突顯這件事 我們不能說 因為怕人家怎麼樣 然後就不要信耶穌嘛 一樣那你就不要當傳道 你這麼怕死 你這麼怕事 那就算了嘛 那還要站在這裡嗎 我們信仰不是到最後是要面對這種事情嗎 一定要面對 不然就不要信 所以我們大家心裡準備嘛 本來就是要這個樣子 所以惡人這個兩人他是 他是 他是 兩性 不是同性 那這樣才 惡人才可以成為一體 那圣經在講的是這個 是這種惡人 是這種兩人 那兩人 他要當然要這裡講要成為一體 所以我們這兩天所提到的圣經章節 我們再看一次 因為既然惡人成為一體 那這兩個個體成為一體的時候 兩個人成為一體的時候 他們要怎麼態度面對 我們請看以無所述第五章 三十三節 以無所述五章三十三節 然而你們個人都當愛妻子 如同愛自己一樣 妻子也當敬重她的丈夫 這是從五章的二十四節開始談的 談到 從五章二十五節開始談的 談你們做丈夫的 如何愛你的妻子 如何愛你的妻子 那最後他談到的是 這是極大的奧秘 因為 兩人已經成為一體的 這是極大的奧秘 但是保羅說那我是指的基督跟教會的關係 然後講完了馬上講三十三節 然而 還是回到婚姻 談基督跟教的關係 談信仁的問題 信仁的關係 我們跟基督的關係 就是教會跟基督的關係 信仁的層次 然後在三十三節說 又回來了 談到夫妻的關係 那夫妻的關係 最重要是要強調什麼 因為這一段是要講 丈夫愛妻子的這一段 所以你們 三十三節說你們個人都當愛自己的 都當愛妻子 如同愛自己 強調做丈夫要做到這個地步 這是你的本分 這是你的責任 你叫做丈夫 所以你要做到 這個就是你的本分 這就是你的責任 跟你的太太的表現無關 從儒手書五章二十二節到三十三節是在強調 這個觀念 夫妻之間 沒有權利 只有責任 如果有權利 所以我們今天為什麼會離婚 因為我要要求我的權益 然後順便做講述 說我為你付出多少 那你今天為什麼這樣對我 說我們要離婚 就是這樣不是嗎 聖節說沒有啦 你是什麼樣的角色 你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你要做好 你要 完成什麼樣的責任 他只是告訴我們這個 他沒有叫你對價關係 沒有講互相互相 因為夫妻之間本來就是 互補 互補 你沒有的 我給你嘛 你比較弱的 我跟你加強 那你比較強的這個部分 然後你要要求那對方說他 他不如你的那個部分 你要強壓他說你要給我這個 可以嗎 曾經講的夫妻關係不是這個 他是很弱的時候 那就是你強的部分 你要加你要給他 你要用你強的部分來幫助他 因為他比較弱 他在這方面比較弱 他是互補 夫妻關係 他是一種關係 所以他是互補的 要用互補的態度 那這裡告訴我們 最重要是後面那句話 也當敬重 妻子也當敬重他的丈夫 他談什麼 丈夫愛妻子 妻子敬重 丈夫 所以 惡人要成為一體 這兩個不能離開 要有為對方 犧牲付出的態度跟做法 還要基於 建立在 夫妻之間要建立在 互相尊重 一定要尊重對方 這裡沒有講說 當對方達到什麼樣的程度的時候 你再尊重他 如果沒有你就罵死他 沒有這樣講 不是嗎 可是我們現在夫妻關係是這樣嗎 不知道 為什麼會吵架 為什麼會虐待 為什麼會出錢 你這樣會可以打太太嗎 你憑什麼打他 再看一節 我們看彼得前書第3章 第7節 彼得前書3章第7節 我們要講夫妻 二人成為一體 西蘭兩個個體要成為一體 一定要有一個基礎 所以身家到是我們這個基礎在哪裡 3章7節 以前 你們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 看那個小字 情理圓倫座知事 因他比你軟弱 看小字 比你軟弱圓倫座 是軟弱的器皿 你與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 所以要敬重他 這樣便叫你們的祷告沒有阻礙 這裡是一樣做丈夫的 你要 你要照顧他 因為他比你軟弱 他是軟弱的器皿 所以你要敬重他 為什麼要敬重自己的太太 兩個原因 第一個 他比你軟弱 他是軟弱的器皿 第二個 他要跟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 因為你們是一體的 一體就是沒有分彼此 雖然聖經在描述夫妻的關係 是頭跟身體的關係 意思就是同等重量 一樣 《創世紀》1章27節 神按照他的形象 造男造女 所以從男女兩性的生命來講 同等尊貴 男性跟女性在神的眼中 就是同等尊貴 因為他們都是 男女兩性都是 盜著神的形象被造的 所以我們才會講 男女兩性結合 就是結婚嘛 所以結婚的人 結婚的這個家庭 一定要彰顯神的 神的形象 就是有真理的仁義和聖經 所以每一對夫妻要負責這個責任 你結婚了 請問你這個 這個夫妻 你們這個婚姻有彰顯神的 形象嗎 你看得出來 你發現 你這個 你們夫妻 你們這對夫妻有彰顯神的形象嗎 真理的仁義和聖結在哪裡 你要自己去檢視啊 我們從結婚以來到現在 我們曾幾何時 彰顯神 我們這對夫妻彰顯神的形象 也就是我們的夫妻生活 有真理的仁義和聖結 真理的不是一般的 屬真理的仁愛 屬真理的聖結 因為聖經在談 聖結 它是兩個層次 宗教信仰上的聖結 這是不能拜偶像 再來就是 性的關係 也就是夫妻關係 要保守聖結 所以他才會提到 神的形象有真理的聖結 屬真理的聖結 不是一般人在講聖結的那個部分 他等同是超越 也就是教會 聖經在談聖結 他是超越世人的事 世俗的聖結 所以這裡告訴我們 做丈夫的要敬重太太 這樣 因為你們是一體的 要一同承受生命之恩 屬於生命的恩典 我們一般結婚之後 我們就吱吱哭哭 要怎麼經營我們的家庭 怎麼經營家庭 包括孩子生下來的 怎麼經營 怎麼經營我們的婚姻 怎麼經營我們這個家庭 其實聖經告訴我們 你們結婚之後是要 共同承受生命之恩 你要接受神的恩典 生命的恩典 所以那個層次才是比較 比我們在世上 你說你要怎麼經營你這個家庭 怎麼經營你這個婚姻 所以為什麼要尊重 丈夫為什麼要敬重自己的太太 因為你們是一體的 因為你們要共同承受生命的恩典 第三點 為什麼坐張會要敬重自己的太太 這樣你的信仰才沒有阻礙 這裡講你們的禱告才沒有阻礙 那就是信仰生活啊 我們今天不是來聚會嗎 我們不是奉献嗎 不是做事奉嗎 我們不是遵守神的道理嗎 有時候我們會發現 我們會發現說我們跟神的關係 是什麼樣的程度 雅各書四章八解說 你們要親近神 神必親近你們 那句話是什麼意思 他是在談關係 我們跟神的關係 有沒有那麼親密啊 有沒有那麼親密 雅各書四章八 因為雅各書四章七節在談 鬼嘛 魔鬼 不要抵倒魔鬼 魔鬼 魔鬼就必逃跑 什麼叫抵擋 就是面對 當我們面對魔鬼是面對 當我們跟魔鬼的時候 面對魔鬼的時候 我們就是抵擋就是要面對他 不用怕他 你不能怕他 也不用怕他 因為我們是屬神的屬耶穌的 怎麼會怕鬼呢 怎麼會怕鬼呢 我們不是要醫病趕鬼嗎 都在趕鬼了還怕鬼 這不是笑話嗎 這就是信仰啊 所以接著下來 雅各書四章八節就說 你們要親近神 神必親近你們 這個我們等一下會講 說我們今天 你做丈夫為什麼要敬重你的太太 因為你們是一體的 像你照這樣敬重你的太太 你第三個部分 你的信仰才沒有阻礙 也就是你跟神的互動 才會通啊 我們有時候信耶穌信很久 都已經模糊 不清了 你也從來沒有去檢視說 我今天跟神的關係到什麼程度 就好像說你跟你的 你的配偶的關係到什麼程度 就好像你跟你的朋友關係到什麼程度 就好像你跟你的同事 那種交往 是深還是淺 不是嗎 絕對是這個樣子嗎 人與人之間是這樣 人與神之間也是一樣啊 好 那你要跟這個人很好 要不要長期互動 一定要長期互動嗎 所以我們的朋友分嘛 我們的朋友絕對有分的嘛 這個是可以深交的 這個是不可以深交的 寒暄就好了 人與人之間是這樣 人與神之間 神說你要跟我互動 多多交往 親近神嘛 所以這裡在談 你做丈夫的敬重你的太太 像你的禱告沒有阻礙 你的信仰就可以通了 你跟神的關係 就可以通了 他是在談這個 所以夫妻關係好不好 跟你的新娘有絕對 跟你的新娘有絕對關係的 你的夫妻關係 有沒有影響到你的新娘關係 有啊 所以我們一直強調 你結婚之後要先經營你的婚姻 你結婚之後先經營你的婚姻 好好的經營 當然不是就離開神離開教 不是建立在神的上面 建立在神的道理上面 經營你們夫妻關係 當夫妻關係是穩定的時候 那再去發揮 再去發揮 你們夫妻怎麼共同為教會 你們夫妻怎麼共同為信仰 你們夫妻怎麼共同 透過神的道理 養育自己的子女 那個時候 他們這個都是串連在一起的 所以我們不能把生活跟信仰 是切割開來的 那不是兩回事 那是一體的 因為它互為關係 所以二人要成為一體 也要建立在尊重 所以優守書5章33節那邊 你做太太的也要敬重你的先生 這裡也是講你做先生要敬重你的太太 所以聖經在談夫妻二人 它是一體的 其實兩個個體啊 兩個原生家庭 怎麼變成一體呢 如何變成一體 就是建立在 你們互動 夫妻的關係互動 一定要再建立在尊重對方 一定要尊重 敬重 那如果我們是敬重的 對方 敬重對方 你會罵他嗎 尤其聖經講你做先生的 要愛你的妻子 為妻子 就像基督為教會為教會舍己 舍命 我們後續還不用為我們的太太舍命 但是你要付出啊 你要盡責任啊 盡你做丈夫的責任 因為太太是丈夫的榮耀 哥林多前書 看一下 哥林多前書第十一章 第七節 哥林多前書十一章第七節 男人本不該蒙頭 因為他是神的形象和榮耀 但女人是男人的榮耀 這裡當然他其實來講蒙頭的事情 第一世紀 教會的姊妹要蒙頭 一直到我們二十一世紀還有啊 到二十四 二十四季啦 沒有二十一世紀 二十四季 所以你先看回教徒他們女子都是要蒙頭 那我們教會以前也是一樣 所以之前去印尼我們的教會 第一次 我們姊妹怎麼蒙頭 那傳道跟我講說沒有啦 當然他們現在已經習慣了 他們已經習慣蒙頭了 所以教會就不管了 反正這一群人就結束之後 生命結束就沒有啦 以後的人就不會啦 那為什麼我們教會的人還是蒙頭 因為以前他們的教導 他們的教導是這樣 所以他們蒙頭 這裡是談蒙頭 但是保羅要談蒙頭事情的時候 就講那個理由 講那個理由 那在講的理由的時候 就是我們看了十一章第七節 最後 女人是男人的榮耀 一樣啊 教會是基督的榮耀 看一下好了 圣经那是很奧妙的 很奇妙的 我們看尹無所書五章 二十六節 尹無所書五章二十六節 要用水借著道 把教會洗淨成為聖節 二十七可以獻給自己 作為榮耀的教會 看到這一家了 我們是教會嘛 我們集合起來就是教會 說我們今天要成為榮耀的教會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基督的榮耀 說我們的表現好不好 跟基督有沒有得到榮耀 有關係 就好像你的孩子在外面出人頭地 你也得到榮耀啊 不是嗎 你孩子太強了 全世界出名的 那你當然得到榮耀 人家哇 你是誰的媽媽 你是誰的爸爸 你是誰的阿公 對啊 你走路就有風啊 不是嗎 雖然沒有颱風還是有風啊 這個就是榮耀嘛 一樣啊 今天你做懶忍的 你做丈夫的 你要愛自己的妻子 因為她是你的榮耀 所以太太穿這樣 你滿意嗎 你為什麼不花一點錢 讓她穿好一點呢 因為她是你的榮耀 那你不在乎嗎 你當然要很care 因為夫妻惡人一體 因為你是用照顧她的 敬重她的太太 你做照顧她 敬重她 說太太成為什麼樣的一個女人 成為什麼樣的太太 一個妻子 她是你的榮耀 所以不能講說 她是她或是我 沒有 你們二人成為一體 這是觀念 觀念它要把它付出行動 變成生活 那既然二人成為一體 可以分開嗎 如果分開怎麼辦 我們請看馬太福音十九章 第二節 馬太福音十九章第二節 我們從第三節看 十九章第三節 由法利塞人來試探耶穌說 人無論什麼緣故都可以修妻嗎 四節 耶穌回答說 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 第五 並且說 因此人要離開父母 以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 這經你沒有練過嗎 第六 既然如此 夫妻不再是兩個人 乃是一體了 所以神配的 人不可分開 二人成為一體的第三個重點 第二個重點是要尊重 夫妻之間要建立在尊重對方的態度 第一個是 這個兩人是兩性 第二個重點是 夫妻要 你們是夫妻關係 所謂要建立在尊重對方的態度 第三個 二人成為一體 不可分開 因為你們不再是兩個人的 這是耶穌說的 這是耶穌說的 不是誰說 所以我常說 什麼話 什麼理由 什麼觀念 我會問說 誰說的 這話怎麼來的 你不能說 現在大家都這麼說 沒有 我不管現在大家怎麼說 我要追溯的是 這個話從哪裡來的 誰說的 怎麼會變成現在是這樣說 不管怎麼話 只要我在乎的 我就去追究 追溯 不是追究 去追溯 這個話怎麼來的 怎麼會變成這種理念 怎麼會變成這種說法 誰說的 它有那麼大嗎 它是誰 除了神以外 除了神以外 我們都是平等的 不是嗎 那既然除了神以外 我們憑什麼聽你的 一樣 你憑什麼聽我的 你也不用聽我的 所以我們講到 為什麼要根據聖經講 因為它是神說的 那是耶穌說的 不是某人說的 只是這個說的人 他是怎麼解釋 聖經的這一段 那有些聖經 根本不用解釋 練過就知道 還要解釋嗎 我們有那麼笨嗎 看了就懂了 還要解釋 根本就不用解釋 把這個經節跟這個經節 把它串起來 就很具體的 那個觀念就出來了 根本不用解釋 你講到的人 只是把它串連起來就好了 把它串起來就 原來這是同樣的道理 有困難嗎 沒有啊 所以這裡告訴我們 這是主耶穌說的 你們不再是兩個人 夫妻不再是兩個人 乃是一體 那因為是一體的時候 不可分開 那問題來了 那如果分開 所以當初 這些學生 聽到耶穌這樣講 也是很震撼 我們今天大概信主了 信久了 大概比較不用那麼震撼 說不會啊 本來就是這樣說 可是對主耶穌 那個年代的人來講 主耶穌這樣講 是很震撼的 為什麼不能休憩 因為從就位時 所以他們就提說了 你可以去對照 馬可文第十章 其實不管是這裡 馬太文十九章 還是馬可文第十章 都一樣 是有人來試探耶穌 什麼叫試探 那就是要抓耶穌的把柄 我看你耶穌怎麼回答 你如果回答不對 那我就告公會 就把你抓了 其實我們今天也是一樣 我剛才不是在講同性戀嗎 其實耶穌的年代也是一樣 他們都認為主耶穌講的 不該講的話 衝撞公會 衝撞律法 說最後被判死刑 這樣來的 主耶穌最後被判死刑 這樣來的 人家為什麼 羅馬官員巡迫彼拉多 說他們 他沒有什麼罪 那只是你們宗教上的問題 宗教上的問題怎麼扯到 判死刑啊 對不起 因為猶太人 那個宗教法庭就是公會 可以判人死刑 可以執行死刑 只是他們被羅馬政府統治 變殖民地 所以沒有 沒有執行 死刑的權利 一定要叫羅馬政府來執行 那個是有 那是他的背景 所以才要透過巡迫彼拉多 其實公會 宗教法庭早就判耶穌死刑 只是不能執行 因為他們沒有權利 那個時候 如果主耶穌那個年代 第一世紀 以色列沒有被羅馬政府統治 他們就可以直接執行死刑了 把耶穌判死刑 而些執行 所以主耶穌在講這一段 當下的 聽主耶穌這樣講的 都很震撼 所以門徒才會說 那這個試探耶穌的人 也會這麼說 他就是要故意找查 那些來問耶穌這個問題的人 是來找查的 這是法利塞人 他說因為 神種配合的不可分開 就是不可以休期 那些人就跳起來 反彈 等一下 等一下 耶穌我看你越來越囂張 我們的民族救星 摩西 都說可以的 你憑什麼說不可以 奇怪 你有比摩西大嗎 為什麼沒有 摩西說給休書就可以休期 可以啊 你為什麼說不可以 所以主耶穌說 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回到原點 所以你看嘛 主耶穌在講這種事情的時候 都回到原點 所以我們今天講 末世婚約要不要回到原點 還是要回到原點啊 不然講不清楚 都不明白了 你不回到原點 因為這個歷史洪流 這樣一直走走 走到現在 你只有講現在 那就亂掉了 你就是一定要聽他們的 現在怎麼說 你就要聽什麼 因為是洪流 歷史洪流 所以人家主耶穌很聰明耶 等一下等一下 對對 摩西有說 我沒有說 我沒有否認摩西有說 我沒有否認 所以我要跟你們講兩個觀念 第一個回到原點 起初不是這樣 起初神 並不是這樣 那摩西為什麼答應 因為你們硬心 就是聽不下去 不能接受 所以摩西是人 他又不是神 你在那邊亂 在那邊挑戰 好不好 就算了 就給修書 給修書就可以修期了 所以崔書講得很清楚 摩西為什麼說可以 摩西不能超越原點 摩西不能超越 當時神所設立的婚姻制度 摩西已經超越了 為什麼摩西超越 因為他是身不由己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很無奈 好啦 因為你們硬心 聽不下去 不能接受 就像現在一樣 聽得下去嗎 可以接受嗎 當然聽不下去 不能接受 現在有摩西嗎 沒有 當時摩西說 好啦 就准你們了 所以主耶穌說 不是喔 起初不是這樣 所以你不要跟我 你不要跟我講 你要不要把摩西拿出來 跟我說像 你不要講這個 你不要用摩西 來跟我講這個 我們要講比摩西之前說的 就是起初是什麼 耶穌在談這個婚姻 是這樣談的 那你說 所以 第二個 第一個是法利山的反彈 質問他 反過來質問他 為什麼摩西說可以 你說不可以 第二個是學生 門徒說 哇 主耶穌啊 你講那個婚姻 如果這麼嚴格 那乾脆不要結婚好了 就像我們今天一樣 結婚這麼囉嗦 這麼困難 那乾脆不要結婚 是這個意思 那主耶穌就繼續 談論另外一個問題 不是離婚的問題 繼續講說 結不結婚 不是你個人可以選擇的 是神所示的 只有特殊 特殊狀況 才可以不用結婚 主耶穌就另外一個問題 另外一個答案 另外一個提問 就另外一個答案 這主耶穌很厲害的地方 那我們來看 為什麼二人成為一體 不能離婚 我們來參考一下 哥林多前書第六章 哥林多前書第六章 十五節 一直到二十節這一段 我們讀一段就好了 哥林多前書六章十五節 豈不知你們的身子是基督的身體嗎 我可以將基督的肢體作為 蒼 蒼濟的肢體嗎 斷惡不可 十六節 豈不知與蒼濟聯合的便是與他成為一體 因為主說二人要成為一體 十七 但與主聯合的便是與主成為一靈 所以我們表面上 表面上落體上的肌膚之親 直接講性交 性關係 落體之間性關係 其實在神的眼中是什麼 二人成為一體 所以今天為什麼你要有婚姻關係 才可以有夫妻生活 不能緩過來 不能你先有夫妻生活 然後沒有關係 你們兩個沒有夫妻關係 但是你們有夫妻生活 為什麼不可以 這不是一般的道德問題 不是道德問題 就好像說 我去 我去嫖妓 我是用錢買的 沒有沒有不可以 我們人是這樣講 心甘情願 雙方 雙方都情願 一個要賺錢 一個要消費 OK 人與人之間是這樣 但是你做這種動作的時候 做這種事情在神的眼中 沒有 這是很嚴重 古今中外 整個社會就是這樣 沒有人去談這個 沒有人說你錯了 沒有 反而是合法 他願意來做這種事 你願意出錢 來買他的身體 這樣就好了不是嗎 所以就這個世界吧 所以才說 這個是誰發明的 一樣的意思 所以主耶穌說不可以 因為 已經二人要 以禮優聚聯合的 便是 以他成為一體 因為主耶穌在講 性這件事 性這件事 只要透過性交 就成為一體 那就要談這個 有時候我們 沒有把它講清楚 說這個台上要講 當然要講 你這個不講 當然要講 要講清楚 這個是非同小可 在神眼中是非同小可 所以你以娼聚聯合 什麼叫以娼聚聯合 那就跟他性交 你就跟他成為一體 所以 保羅把它翻轉過來 講這個世界的東西 然後 講過那個信仰的問題 17節 但以主聯合的 便是以主成為一體 你自己去看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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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餐辦完了 辦聖餐的時候 有沒有引用 約翰福音 第6章56節 約翰福音 5章 6章56節 我們領受聖餐 就是我們在主裡面 神在我們裡面 這個就是保羅說的 與主聯合 與主成為一體 我們領受聖餐 就是領受神的生命 當我們領受神的生命 神的生命在我們裡頭 我們的生命在祂裡頭 就是生命一體 生命合一 多麼奧秘 透過聖餐 然後我們跟神的生命就 就成為 成為一靈 這奧秘 所以神為什麼很在乎 人與人之間 在性這件事情上 一定不能愉悦 不能愉悦 世界上的人沒有這樣想 也沒有這樣看 你情我願就好了 在法律的允許 都通通可以做 不是嗎 是啊 可是對我們來講 是不可以的 所以 保羅繼續隐身 六章 各位都全書六章十八節 你們要逃避 隐行 人所犯的無論什麼 罪都在身體以外 唯有 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體 後面就講了 為什麼我們不能得罪自己的身體 因為我們身體是聖餐的殿 保羅講的這個 從屬世的 從你的一般的身體 談到聖靈住在你的身體 所以你的身體是聖靈的殿 多麼神聖 你的身體多麼神聖 就是因為受洗歸入主名下 就是因為靈領受了聖靈 聖靈住在你身體 說你是聖靈的殿 你怎麼會去可以跟倉妓聯合呢 你怎麼可以在性這件事情 可以隨便跟任何人發生關係呢 這是罪 然後保羅說 像做這種事情 犯這種罪 他說所有犯罪都在身體以外 比如說我偷東西 我都當小偷 我被你發現了 我被抓了 要嘛就被關 要嘛被罰 不然就還你 我偷你30萬 我30萬還你 可以回過頭來嗎 我做所有的犯罪 我可以回過頭來 唯獨淫亂這件事情 你怎麼回過 我們做了 然後發生了 然後說 後悔了 不對了 怎麼樣 後悔了不對 怎麼樣 可以彌補嗎 不可能啊 所以保羅講得很清楚 唯獨這件事情 隱形這件事情 沒有辦法後悔 其他都可以 其他都可以 只有這件事情是 是得罪自己的身體 其他都在身體以外 可以處理 這麼嚴重的一個說法 所以我們今天是不是要特別謹慎這件事情 尤其現在整個社會是這個樣子 沒有人去談這個啦 沒有人說你錯了 我們這個社會就是這種氛圍 所以我們更應當要謹慎 所以夫妻結婚 兩個人結婚 已經成為一體 不是兩個人了 所以這個就是聖經給我們 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求主耶穌幫助我們 再次思考一下 二人成為一體 實在指的什麼 我們一起來唱詩 一百六十首